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理中国特别节目 东彩大地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地理中国的特别节目 多彩大地 我是盛春 从古至今 不同地域的人们对花朵的眷恋 和对自然的敬仰细于心 从赏花到日用 人们发展出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审美意识 在古代 很多文人不仅爱花 而且常常用诗去赞美它 东风鸟鸟 泛崇光 香雾空蒙 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竹 照红妆 宋代诗人苏氏用一首海棠 表达了他对海棠花的痴情 诗人屏竹赏花 只为留住这人间刹那间的芳华 海棠花为何让诗人如此留恋呢 今天让我们走进河北省的淮来县 共赴万亩海棠的花开盛宴 淮来县地处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部 距离省会石家庄约370千米 每年4月下旬 河北省张家口市淮来县的小南新补镇 上千万株海棠就会悄然绽放 花朵淡雅清新 潇洒妖绕 这些海棠花凋谢后 因为接触的海棠果实 表面有八道棱状涂起 故名八棱海棠 现在就是把这些这个多余的树枝还得减掉 达到目的就是通风透光 王兴是当地八棱海棠苗木种植基地的一位负责人 它所在的小南新补镇 地处阉山山脉和天墨戈壁的环抱之中 独有海棠原乡的地理坐标 是八棱海棠的核心产区 这天他听到一个消息说 北越恒山景区计划打造一片花海 供游客观赏 恒山与怀来不远 雾后相仿 水土相近 如果移栽八棱海棠 成活概率很大 他立即拍了一组海棠花开的照片 试图说服设计师选用八棱海棠 有个参照物知道这个树的大小了 八棱海棠特别好活 它那个根系发达 你这边的土地我也看了 今天下午 没问题 那你这个开花的花期多久啊 花期是十天左右 这个花期稍微有点短 我想这个花期 如果能再延长一些会更好 设计师的犹豫不定 让王欣有些失落 将八棱海棠种到自然名胜之地 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 那么 这一次该如何获得对方认可呢 王欣决定邀请设计师 参加每年一度的海棠花节活动 海棠花节是每年春天 小南新埔镇上最热闹的时刻 依靠种植八棱海棠生活的村民们 每到花开世界 都会会去在这里祈福庆祝 感恩海棠 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讳赠 在基地中考察一番后 设计师已然决定采用八棱海棠树 第二天 设计师和王欣再次进入基地 挑选了一批树高四米的海棠树 但是 时间紧迫 此时海棠花期已过半 要将选定的百棵海棠树 移栽到恒山脚下 对王欣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他立刻联系工人 打算在天黑之前将树挖好 挖树的时候 千万注意保护土球 别生着土球 挖成苹果圆 才能保持这个花比较新鲜 为确保移栽能成火 王欣还要组织人 为海棠根部缠上草绳 既为糊涂 也是为了保温 来来来 就就那边来 一起用力 来 一二 好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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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慢点慢点 别把花碎坏了 经过连续奋战 所有的树木全部挤出 送往恒山 当王欣来到恒山脚下时 眼前的这片海棠花海 仿佛家乡享南新部镇 海棠园的重现 一样的花 一样的香 一样的景 宛如梦境一般 王欣一只紧绷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八棱海棠成功 移在恒山脚下的实践说明 无论是干旱苍凉的赛北 还是县军挺拔的近北 花一旦注入人类的情感和寄托 都能变成一方圣经 而这背后呢 人们对喜庆和吉祥的期盼 成就了八棱海棠 这段不寻常的迁徙历程 海棠花一般在春季开放 它花都饱满 香气浓郁 是一种非常优美的花卉 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 像海棠花一样 同在春季盛开的 还有另外一种 人们喜欢的花 那就是梨花 在苏州的树山村 每到春天 满城都飞着柳絮的时候 这梨花也遍地盛开 一株株梨花 从深青的柳树间伸出来 仿佛雪一样清理 此时伴随着四亿的花香 流传千年的水魔 在梨团圈中回荡 成为当地一道 独特的人文圣经 每年三月 江河解冻 草木蒙发 而在江苏省苏州市 树山村 春雨后 千木梨园里 迎来了梨花盛放的时节 树山村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 通安镇 整个村 坐落在大阳山 与基隆山的环抱之中 村内山清水秀 在树山村 卡塔组见到了 昆剧演员 颜亚芬 那么就在这个梨园里头 唐明皇就聚集了好多宫廷乐师 让他们一起排练音乐 颜亚芬是苏州昆剧院 国家二级演员 这天是他主持的 树山梨园昆曲教学班 开课的日子 梨花是颜亚芬从小最爱的花卉 颜亚芬今天把课堂设在了 这片古老的梨园中 是想让孩子们体验一次 真正的梨园子弟 老师念完了一起鼓掌啊 起 担心头斥 一向来 颜亚芬在梨花树下演唱昆曲 《长生殿》里的片段 颜亚芬是地地道道的苏州小男 她17岁开始学习昆曲 多年来 在演唱昆曲的同时 她一直承担着苏州多所小学昆曲教学的任务 把昆曲的美传承给更多的梨园子弟 是她的最大心愿 颜亚芬让每个前来学习的小朋友 都在梨园里认领一棵梨树 悬化上他们自己的名字 她希望这些梨树能够陪伴着孩子们成长 在梨花三开三落之后 可以登台演出 秋智 昆曲教学班大班的孩子们 经过三年的苦练 已经可以独立演唱 当弦乐声响起 古板激扬 念白送出 古老的音韵 又在舞台上萦绕 碗转苏白 柔满悠扬 望着满园梨花绽放 喉转声唱的 是数百年的人情势力 水魔墙唱的 是百年昆曲的 与时俱进 这素雅清淡的梨花 寄托的正是古往今来 离远此地 洁白正心的艺术追求 昆曲婉转柔满 而肃静的梨花 给人清雅的寄托 两者相配 非常可惜 难怪喜爱昆曲的苏州人 对梨花情有独钟 最是一年春好处 每年的春天啊 当树山村的梨花盛开的时候 苏州市民常常是 扶老邪幼 共赏树山的梨花 他们认为 只有这样方不负 那千亩的梨花花海 有人说 如果要在百花中 选一种最具柔美气质的花朵 那无疑就是芙蓉了 位于天府之国的成都 别称蓉城 每到十月 秋高气闯 街巷边河道旁广场上 郊野里 满城芙蓉花开 近看 岔子言红 远看满城锦绣 应验了 小看红诗处 花重 景观城的古语 说到芙蓉 成都人总会提到 唐朝的一位女诗人 薛涛 原因也和 芙蓉花有关 考察组从北京来到成都后 和成都旺江楼公园的 工艺美术师 孟小英见了面 孟小英说 她正承担了一项古老技艺 薛涛间的制作 历史记载 唐朝女诗人薛涛 流落幻花西定居 相传 她一生酷爱红色 她取用成都随处可见的 红色芙蓉花枝叶 染色纸张 所制出的红色兼纸 配以书写清雅脱俗的薛涛诗 一时间广为风行 时过千年 薛涛早已故去 但精巧雅致的薛涛间 一直被视为 传统造纸艺术中的真品 这天 在成都植物园里 满园盛开的芙蓉花 引来了孟小英 她之所以来看芙蓉花 就是因为薛涛间的制作 与芙蓉花有关 近年来 望江楼公园 试图恢复薛涛间制作技艺 但在用芙蓉花染纸的工艺上 一直没有突破 孟小英 只能凭借书中的 枝言片语 进行尝试 她向芙蓉育种专家 李方文了解 选用何种芙蓉花品种染色 较为合适 这就是我们最红品种 也是我们培育的品种 红你看它这样 喝醉了酒一样 非常艳 芙蓉是我国的本土花卉 也称木芙蓉 芙蓉的花瓣 会因为品种的不同 出现浅粉至深红的差异 孟小英最后决定选用的品种 叫牡丹红 但制作薛涛间 需要用大量的牡丹红 李方文建议孟小英 前往植物园的芙蓉资源基地 鲜花山谷去采集 孟小英将采下的新鲜芙蓉花 剥离花瓣 去除花蕊 捣碎研磨 花瓣在水中浸泡一夜后 水变成了深红色 滤出花瓣 最关键的环节 即将到来 孟小英将宣纸放入染盘中浸泡 然后迅速拿出 在木板上铺开 用排刷反复涂刷 让纸张之间 保持吸收花枝 压平 阴干 第二天 纸张上终于呈现出 饱和均匀的粉红色 这正是薛涛一生最爱的颜色 而这批染好的纸张 还需要最后一步来点金 木刻水印 孟小英取出的这套 是他的师父工艺美术大师刘炳谦传下的 孟小英又将它传给了徒弟们 他们把木刻印板固定在岸上 用毛刷沾上颜料 刷涂在雕板的表面 将染好色的宣纸附在板面上印制 最后完成的粉红色时间 与古迹形制一致 一夜时间 是书写的载体 也是情感的传递 更是自然与人心 交融的产物 每年夏季 是芙蓉花在成都盛放的时间 此时 毗邻北京西站的莲花池公园内 数万株荷花竞相开放 风姿绰约 敬雅宜人 荷花 花朵说的 利于水面 是少有的花开于水上 却又色彩斑斓的植物 荷花的花朵 从红白黄紫到各种渐变色 都极为纯净 最令人惊叹的是 一天之中 随着日光流动 在水波映射下 荷花的花朵会不断呈现出 梦幻般的朦胧美感 令人过目难忘 在北京的莲花池公园 有位爱花人 很早就注意到荷花独特的美 他把很多荷花精品 先后引众到了公园里 成就了莲花池荷花的繁盛和美丽 李鹏飞 是北京莲花池公园里的 荷花玉种师 一年中最热的日子 恰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每天他都要环虎一周 查看荷花长势 李鹏飞在莲花池公园做狱种 跟荷花打了半辈子交道 如今 园子里有三百多个荷花品种 不少是李鹏飞 从全国收集来的精品 还有一些 是自己培育的荷花新品 但李鹏飞心底 始终有一个遗憾 就是要复现当年莲花池景致 李鹏飞要复现当年景致 就需要找到当年种植的 古莲品种才好 李鹏飞决定 立即前往香山脚下的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是哪个地方呢 荷花是莲花池的代表 对 张慧欣是研究所的水生植物专家 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古莲籽 都在他的手上重新恢复了生机 在了解到李鹏飞的月末后 他带着李鹏飞开始逐一比对 不同年代的古莲品种 这个是山东古莲 这是开封古莲 它的花瓣大 又宽又大 它的花瓣明显长 你看 这边是中南海古莲 感觉它的 就是栽培莲的可能性比较大 漫步在古莲堂中 北京城千年的时光变幻 似乎都被封存在不同的莲种里 在所有收集的古莲中 张慧欣根据年代远近 和不同水系等因素 将山东古莲 开封古莲和中南海古莲 一一排出 这个是泰州五 泰州五古莲 挖出了的莲子 鉴定的是450年左右 这个我觉得更接近于 莲花池古莲 莲花池古莲 我认为 它起码距离上 距离上比较近 泰州五莲 是目前看来 最接近莲花池 金代古莲的品种 但还需要等张慧欣 拿到所有古莲品种的 DNA分子标记图谱后 才能清楚判明 几天后 张老师带着一份 DNA分子标记图谱 来到莲花池 从图谱上看 早已400年的古莲品种 在DNA标记上 都聚集在了一起 古莲花池 距离泰州五 只有大约20千米 地缘相近 品种亲缘也相近 李鹏飞可以用 泰州五古莲 来代表金代的 莲花池古莲 古莲子来之不易 李鹏飞只拿出两颗 尝试栽种 但让它们成活并开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古莲子有一层硬壳 可以完全防止水分和空气 内渗和外泄 因而能存活千年之久 这两粒古莲子 所含水分极少 只有12% 加上埋藏时间久远 也比普通莲子 萌发难度更大 李鹏飞只能小心翼翼地 摸索着来 幸运的是 一个月后 它们发芽了 荷花的高节 考察组从河北的淮来 到江苏的苏州 再到成都和北京 一路走来 看到了我国不同地域 开花植物的绚丽多姿 也见证了 人们培育这些美丽花朵 和修复生态的智慧 开花植物 点缀出了地球的 每一寸肌肤 也推进了 动物的产生和进化 一亿年前 开花植物成为 陆生植物的优势种族 此后迅速覆盖整个大陆 而这带来的影响 已经超越了植物界的范围 它们无疑是地球上 改变地貌 孕育家园 非常神奇的自然力量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收睹 谢谢您的收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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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收睹